对爱菜的人来说,菜是个宿品 因为对去基车来生,更开始形成一种文化 中华一间咖啡店 为了让民众感受到怀疏了解 疼痛无品的关联 在日前几次一张老车组合到吃一瓦当 现场只要专属去各种地名去基车 和美酒跟老车的民众看了都相当欢喜 民众是在车两次跟屁上流量 这些车都是专属去的散物 在车最用心保佑之下 每一台老车也选到正常的酒楼 我们这次活动最主要是号召一些对老车有兴趣 然后拥有老车的朋友 然后大家把自己的收藏带过来这边 然后跟很多的同好 大家一起共襄圣局 然后我们来发挥一个就是我们的爱无喜悟 然后我们把这些老的东西收藏好 未来可以跟更多朋友 分享也可以跟更多年轻人知道说 台湾早期的一些文化 早期的一些生活是怎么样 从以前一步一步然后演变到现在 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慢慢消失了 那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聚会呢 大家来这边互相欣赏车子 聊聊车子 然后曾经看过的人呢 我们来回味一下以前年轻的这个时光 那没有看过年轻朋友呢 那也可以了解一下说 过去当代的台湾的一些老的生活是怎么样一个模式 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呢 来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活力 然后也让大家追逐以前老物的一个热情 开机车对爱车的人来说是个质品 也因为对开机车的时候更形成一种文化 相关人数表示 比起国家对老车文化中心 台湾的环境是最坦白的 我们的老车的文化 其实要善加的对待我们这些老车的车友们 因为老车一台起来要把它保养起来 要把它整理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要延续我们老车的文化 我们难得有这些老车的车友们相聚 所以我们希望在老车文化这一块 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交通部能够在老车部分 不管是在它的安全部分还是它的排气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多放宽一些它的一些限制 让我们的车友让我们的老车的部分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每周老车卡住标时 政府官员对这些老车的函质是相当严格 都把车的老车当作污染空气怪物来看待 但是车的老车收入根本没多 新年轮回老车在国家是让当作博物来看 只有台湾这一大案 官员完全看不到老车文化和经济三地 实在是真可受 新中华新闻 李明洪中华 茶红布图 送日文字幕 verwiat和碍探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